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 下午好 今天是星期一 也是4月3号 这个月的第一个交易日 那今天早上呢 是行情是有点大 主要是因为呢 那个石油出产国呢 公布了一个减产的一个报告 接下呢 我在讲到石油的时候 大家跟大家详细的解释一下 他对行情 对这个新的一个减长的一个新闻呢 有什么反应 我们再回顾一下 上个礼拜五呢 华尔世界基本上呢 还是继续的往上调整 那这个调整呢 是可能短期里面还会继续 因为呢 我们看到有 几乎是 上个礼拜每一天都在继续的往上走 所以呢导致呢 很多那支基金呢 目前呢是做空 所以变成呢 他们也卡住了 可能这一两天里面 可能他们会 大量的做多 都是砍仓 然后呢 再继续的做多 因为呢 上面的空间 短期里面 虽然是 基本公司 全部的新闻 不是很理想 可是呢 看那个 技术 那个图案呢 看起来好像 这个华尔世界继续的 往上涨的一个可能性 还是有的 所以呢 短期里面还是保留 一下这个 短期里面 还会继续的往上走 包括今天 所以呢 我们要继续的观看 星期五的时候呢 他来到我这个空间 就是33,137到33,450亿 基本上呢 是 应该是 会出现一些空单 可是呢 我们再继续观看 会不会有这个状态 因为呢 他基本上呢 从那个31429点呢 已经回调100%了 就是呢 他整体上应该是得标了 可是呢 看起来呢 行情好像还要继续的往上走 所以我们保持目前呢 再继续观看 先不要去空他 因为呢 我觉得 要空也应该是下个礼拜吧 OK 那S&P500呢 同样的也是做了一个三波浪型的一个调整 从3808点走到星期五最高点的4110点 也很靠近我这个目标呢 这个目标是4140点到4195点左右吧 OK 所以这个空间可能会出现一些空单 可是呢 看起来S&P呢也是很猛一下的 所以短期里面还是要保持观看 先不要进场 因为呢 做多呢 我是没有这个意愿 可是呢 做空呢 现在还不是时候 因为呢 看起来行情呢 还要往上的推高 那最明显的就是NASDA NASDA呢 已经到星期五的时候 已经突破今年的最高点 来到 来到一万三千多点 一万三千 一万三千 一百八十八点 八点 所以呢 变成这个 是这个系列里面最高的一个价位呢 也是说呢 基本上呢 行情呢 主要是关注在科技股里面 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因为主要是大家认为 那个美国央行的短期里面 调整利率的可能性呢 已经越来越小了 因为大部分的调整已经过去了 就是去年 一整年呢 就是一直调整那个利息 可是呢 目前我们看到三月份 看到那个银行体系呢 开始有一些摇动 导致呢 大家认为 再继续调整利息的话 可能会导致整个市场崩盘 所以呢 大家认为这个可能性已经 应该是比较 比较微小 所以大家对这个行情呢 是抱住一个可能 他可能会减息的一个可能性 如果减息的话 当然 第一个反应就是把股市给推高 可是呢 我不认为推高的这个行情呢 应该是可以维持的 因为我认为整个经济 看起来呢 也不是太过稳定 所以呢 股市呢 也应该不会稳定到什么地方去 所以大家呢 要保持一个沉默 继续观看就好 OK 我们看到亚洲盘 今天早上呢 日经呢 是有一点调整 继续的往上走 目前来看呢 这一次呢 来到28200点 所以呢 继续的往上爬的 这个可能性还是有的 所以短期里面还是在观看 我不愿意追盘继续做多 我还是保持这个风险 在4月份的风险相比的话很高 可是应该要空的一个时间呢 应该是在下个月 不是下个月 下个礼拜 因为呢 我们知道这个星期五呢 是一个所谓的 怎么讲呢 也是美国一个休假 所以呢 星期五休假是半天 市场只开半天 然后呢 周末不懂会发生什么事 然后我们认为 应该是下个礼拜一 或是礼拜二 可能会有个比较大的一个波动 我们才继续的在那边 看看有没有机会做空 OK 短期里面保持沉默 那个恒生呢 今天早上呢 有没有拉高 没有 就是说呢 这个是上个星期五的高点 就是2722点 然后呢 今天的基本上是在回调 他在我的心目中呢 那个目标很靠近了 我原本的目标是在2800点 到21100点 所以非常非常靠近 可是短期里面 也不应该是追 OK 总而言之呢 在股市这一块呢 我是保持沉默 只是观看 OK 目前我们根本没有什么单子 同样的那个CSI300呢 大陆的一个股指呢 现在很靠近我的目标 我这个目标是4100点到4113点 所以非常靠近 今天最高来到4087点 所以是非常靠近 短期里面 什么动作都不用做 刚才讲过了那个 星期天呢 比较大的一个新闻呢 就是那个 能源市场比较大的一个波动 能源市场是这样子的 星期天的时候呢 那个 石油出口国 加上俄罗斯 在星期天有一个线上的一个会议 基本上是在讨论最近呢 石油价格一直往下跌的一个状态 我们记得两个礼拜前呢 石油价格来到64块3毛3 所以应该是他们在讨论这个 石油价格一直跌的一个事件 所以在昨天呢 他们有一个共识就是呢 再继续减产 OK 我们记得在去年的11月份呢 他们已经有两轮的减产了 那包括昨天的减产是 再加上一个一天呢 减一个166桶 OK 没有 166万桶 就是说呢 加起来包括去年11月份的 那个减产的一个数量呢 现在目前是 366万桶 导致呢我们看到行情呢 短期里面呢看到这么大的一个减产 导致呢行情一开盘呢 就开始猛冲 来到81块5毛1 那目前呢 行情有一点 有点回调 在等待 等待什么呢 等待伦敦开盘 应该是这样子 因为行情呢 很明确的 是要继续的往上走 那我本身认为 这个64块3毛3呢 应该是长期呢 应该封底了 封底就是说呢 这个价位是短期里面 不会再回来 所以导致呢 我们应该是做多 我基本上是在周末的时候 星期五的时候 我是做空 所以今天呢 一开盘就走到81块5毛1 所以没办法 就被平掉了 那现在我是看看 有没有机会 行情在回调的时候 在77块半到75块呢 我看看这边空间呢 我是有打算 我要股单 就是说呢 我要做多 所以行情的短期里面 应该有办法 再回去80块 84块左右的一个价位 所以这个是短期的一个看法 我们看看那个 天然气 天然气基本上我以前 我应该是做多 可是可能还会有一个跌下来 就是跌于上个礼拜的最低点 我基本上已经做多了 我在1块9毛9的时候 我已经做多了 现在行情呢 可能会再继续的跌 跌到可能在1块9毛半吧 我看看能不能再继续的再加仓 因为我认为这个行情的短期里面呢 它上涨的那个空间非常非常大 基本上呢 有可能会去挑战这个 那个 上个月的最高点就是3块03分 所以呢 我觉得这个可能性非常非常高 所以呢 我是打算 在这个低价的时候 再看看能不能补单 那黄金市场呢 目前呢 刚刚好都来到了我这个三角形的那个形状 那目前已经开始很像 好像是比较明确了 这个ABCDE我跟大家讲过了 5个波浪里面呢 在三角形的这个形状里面呢 我们应该是在这个目前这个价位呢 去做多 因为上面的空间呢 可能还会来到2,070块左右 ok 所以呢它的爆发率非常非常大 那当然如果行情跌破这个价位呢 我应该是这么讲吧 把止损放在1,934块 跟它兑换上面的空间 因为呢这个如果是爆发的话呢 它突破的时候呢 非常非常快 而且呢 有这个可能性来到2,000 最少60块吧 所以呢 这个可能性是非常非常高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那银这块呢 目前呢是有点回调 上个星期五的来到24块1毛7左右 然后呢目前是有点回调 那回调应该也是有限 它应该不会突破22块8毛3 所以呢如果行情有靠近这个价位的时候 也应该是看看有没有机会 如果它是它的形状是三波浪型的话 应该可以可以衡量到它到底 可以来到什么价位 所以呢短期里面还是看多的一个 画面比较高一点点 ok 那美元指数呢 短期里面呢是有点反弹 今天早上反弹的力度应该 上面的空间应该是在10320到10355左右 因为我目前应该是做多 可是呢我还是要看看10320 看看有没有机会来到这个价位 基本上呢我是看长期来看 行情来到来突破105的可能性是 相比的话是有的 可是短期里面因为这个是三波浪型 所以我们比较保守一点 我们就在1320呢 10320呢在那边品尝 然后再继续观看 ok有拉回来我们再看看能不能补单 那英镑呢基本上呢我是已经做空了 行情来到1.2423 然后呢开始滑下来 短期里面他应该有这个机会来滑到1.1 1.21吧 这个我已经也是做空 所以呢我只打算在1.21那边做平仓 那欧元也是一样 欧元呢从那个1.0926呢也是当下来 那个上个礼拜呢有再来回吃 这个星期四的时候呢有来挑战这个1.0930 可是没办法越过 所以导致呢行情变成有跌下来的一个状态 导致呢短期里面应该是往107那边 可是我的目标呢长期来看呢 应该是有机会来到105 所以短期里面我看看 107的话我可能会先平仓 然后有反弹的时候再继续的做空 短期里面我这个单子呢 我是要想要保留到105 那奥币呢短期里面应该是继续的往下跌 它基本上呢是没有什么弹性 对吧 基本上在做横盘 如果是从0.6760呢 这边跌下来上波浪群呢 可能是往那个0.66迈进了 所以短期里面目标应该在0.66到0.6570左右 OK 那比较有可能性的就是美元对日币 我是打算在这边做空 所以行情呢目前来看应该是要往134.10到135那边 迈进 现在以目前这个价位呢 最高价来到133.70 所以我看行情很快今天下午呢 再多一个小时左右呢 轮动开盘呢 我觉得这个可能性是相比的话有 我是打算在这个空间里面做空 然后我的目标呢 还低于129 OK 所以我先看看行情在129的时候 看看它有没有一个反弹 如果它直接跌下去的话 我的目标最基本是126 所以我保持这个可能有800点的一个空间 我是打算这个美元对日币呢 我是打算流畅 然后保持看看能不能到 看看能维持多久 总之我是做长线 美元对加币呢 同样的目前也是有一点反弹 基本上它跌的时候 是有一点跌过我原本预估的那个框架 我原本是以为135就可以可能会撑得住 可是行情达到1.3488 然后才有一点反弹 目前来看呢 有反弹的机会吗 我觉得看起来还没有很明确 可是应该可以考虑 如果那些想要做多的可以考虑了 做多 然后把指数目前放在1.3480以下 看看它能不能继续的往上走 可是那个可能性 那个成功的比率相比的话不是很高 所以你也可以选择站在一边观看 比特币应该是在横盘 目前它在做调整 我看到从这个行情从19,670块 19,560块 跑到29,300块 这个行情基本上现在是在做横盘 可能还会继续的拉下来 如果拉下来的话 我们看看先第一个目标就是26,700块 看看这个价位它能撑得住 撑不住 可能就是下一个目标就是24,000了 那当然是24,000比较好 如果是来到24,000的话 可能还可以比较低的价位 可以再继续做多 短期里面应该是在做横盘 观看就好 不要进场 那今天就到此为止 明天继续跟大家做分享 拜拜